加油!针对最近卡脖子的事情,国资小新发了一条微博,回忆了2018年12月26日,中国制造日微博互动时,央企小伙伴们的心声,没想到引起400万粉丝为观讨论,观察者网借机全程回顾了。 去年的中国制造日,央企自主创新盛举,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转发、评论,华为的备胎转正,让无数网友新潮澎湃。 这份面对风险挑战的骨气、底气,不仅是华为的精神财富,更是中国企业共同的选择和新生。 今天我们倡导的科技自立,其实一直是都是中央企业坚持,并为之不懈奋进的信念。 因为曾经,中央企业经历过同样的至暗时刻。 所以今天,我们更加理解华为,在自主创新上的极致坚持。 这场科技史上最为悲壮的长征,我们早已启程。 在科技自立的选项前,我们从来没有犹豫。 没有科技自立,无异于将命门双手奉上。 别说保障国家经济安全,连溢价的资本都没有。 这样的心酸,我们经历了太多太多,毫不犹豫选择科技自立。 意味着把宝贵的主动权,选择权,溢价权掌握在手中。 曾经,我们完全依靠进口盾购机。 技术专家要国外配,处处看人脸色。 在使用过程中,即便有质量问题对方也不会承认, 维修的钱足够买一个新的。 维修过程不给我们看,一条警戒线把中国人挡在外面。 2015年,国产首台铁路大直径顿购机打破了国外近一个世纪的技术垄断。 现在,中国的顿购机占全球市场份额三分之二, 将外国同类产品价格拉低了40%。 曾经,我们的港州澳大桥面临难度最高的海底隧道段城管施工, 国内没有足够的技术储备。 因此找到了在城管隧道方面技术最牛的荷兰公司寻求技术合作。 对方却要价1.5亿欧元,相当于15亿元人民币。 而且还只是咨询费用,不包括技术转让费用。 最终我方提出负三亿元,只换取最重要, 施工难度最大部分的技术支持。 对方却回应,三亿元只能给你们唱首歌,唱首祈祷歌。 面对如此羞辱,我们历经数年艰难攻关。 最终完美完成了港州澳大桥的城管隧道施工。 而荷兰人也只能承认,中国从城管隧道技术的小国, 一越成为了世界领先的技术大国,国产化,自主创新意味着什么? 中国实话的这位师傅说得很明白了,老外的一个钻头。 说一百万,你用不用?没有国产化,你就得用,它是不是制约你? 它实际就值五万,但就要卖你一百万,一穷二百人家就整你。 当你有了以后,你有溢价权了。你可以用它也可以不用它,它是不是要降价? 国产化的意义,不只是避免多花钱,还避免关键时刻被卡脖子。 在新中国石油工业起飞的时候,钻头不到,石油不冒。 没有钻头,只能找国外购买。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石化的科研人员一咬牙。 一跺脚,自主研发喷射式聚精人造金刚石刮刀钻头。 1979年的春天,新型胜利钻头一次下井静齿2901米。 创造了该类钻头单指静齿世界最高纪录。 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这种鬼逻辑,中国不幸,央企不幸。 因此才有了载人航天,深海探测。 高速铁路,特高压输辩电。 国产航母,歼20。 驱逐舰,天眼。 科技自立,从来都是我们的坚定选择,唯一选择。 在科技自立的目标下,我们深知没有投入就没有收获。 根据2018年数据,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为19657亿元。 比上年增长11.6%。 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超过欧盟15国平均水平。 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居世界首位。 近年数据表明,全国企业科技创新研发投入占全国77%,而中央企业研发投入又超过了全国研发投入总额的四分之一。 在国家科技奖励中,中央企业获得科技奖项占获奖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每一件大国重器,每一项超级工程,每一次技术突破,都是建立在这些实实在在的资源投入的基础上。 创新需要的最重要资源,是人,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第一。 截至2016年底,中央企业拥有科技工作人员156.6万人。 两院院是226名,其中中央企业拥有工程院院是189人。 占全国的22.8%,如今,在最高精尖的领域。 嫦娥、神州科研团队平均年龄33岁,北斗科研团队平均年龄35岁。 国产航母科研团队平均年龄37岁,在许多总装车间。 90后已经成为当支舞会的主力军,这些在奋战在一线的科技工作者。 是我们自信的源泉、硬气的资本、自立的希望。 在科技自立的征途上,我们时刻与孤独和艰辛为伴。 科技自立之路,往往伴随着常人难以忍受的孤独与艰辛。 回望那些照亮中国自主创新的光荣与梦想,无意不是耐住寂寞,百炼成钢。 科研之路,一走就是一辈子。 航天前辈门的际遇就在耳边,常常是最后一把钥匙。 打开了神殿门,不要失去信心,只要坚持不懈就终会有成果的。 前学森我一生只干了航天这一件事。 任星鸣,既然要接受一个任务。 一定要成功,中间不管失败多少次。 那么你最后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你承受得了也得承受,承受不了也得承受。 黄伟禄,当年,没有外援,没有技术积累,更没有计算机。 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及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研发团队。 就用算判和计算池一个一个去算。 黄旭华说,我的一生属于核潜艇,属于祖国。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至存高远,奋斗永久。 今天,这样的精神同样在照耀我们砥砺前行,并催生出一个又一个鼓舞人心的科技创新故事。 1994年,我国决定开始研制我们自己的导航卫星以及定位系统,定名北斗。 就在前几天,由航天科技抓总研制的最后一颗北斗二号卫星升空。 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从区域向全球平稳过度提供有力保障。 从一纸规划到提供全球服务,北斗的心路历程走了25年。 方厅是化学工业的重要根基,广泛用于医药、国防等各大领域。 我国的方厅生产技术长期依赖进口,技术费用昂贵,相关产业发展受质于人。 2016年1月8日,中国石化开发的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效环保方厅成套技术,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 至此,中国成为继美国、法国之后,第三个掌握这套技术的国家。 方厅的自己之路,我们走了25年。 1994年,我国代表团去日本考察球莫铸铁馆项目。 其中星星助管的研究人员被阻拦下来,理由是防止技术外泄。 10年后的2003年,星星计划再次赴日考察。 这家企业派出副董事长接待,而且什么技术都让看了。 对方说,现在星星助管的技术已经世界领先,没什么不能让你们看的。 曾经,南方电网提出研究800千伏直流书店技术,国内外一片质疑声。 即使德国、美国、韩国等当时的电网科技强国,也难以问经800千伏这一世界级难题。 结果仅用四年时间,南方电网就建成了云广特高压直流工程。 创造了32项世界第一,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从过去到今天,中国企业的科技创新之路从未停止。 从今天到未来,中国企业的核心技术突破将持续不断。 中国从来不缺乏克服艰难险阻,勇于实现梦想的精气神。 在科技自立的进程中,我们坚持合作共赢,携手并进。 为了科学技术的突破,为了人类共同的事业。 我们选择自主,顽强,但我们从不狭隘,闭塞。 国产大飞机C919,中国商飞与国外知名企业开展广泛的技术合作。 国采重长,共同提升研发速度,控制整体成本。 承借全球化的东风,实现中华民族自己的大飞机梦。 受控和巨变发电的实现将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的能源问题。 面对人类共同的能源事业,中国选择积极融入,积极贡献。 与欧盟、印度、日本、韩国、俄罗斯和美国共同资助这一项目。 共同追逐人造太阳。 长征路上需要同伴,科技创新需要合作,闭关自首换不来科技自立。 共建、共赢、共享,是我们开展对外合作秉承的理念。 也是实现科技自立重要的路径,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邮国家电头牵头。 联合哈电集团、东方电器。 上海电器承担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重型燃气轮机自主化研制近期取得了突破。 性进展。 SG300MW重型燃机概念设计阶段主要设计工作目前已完成。 压气机、燃烧式和透平等关键零部件试制和试验正在开展。 包括设计研发、材料试制等多方面均实现阶段进展。 燃气轮机被广泛应用于能源、交通、航空、国防等领域。 重型燃气轮机是迄今为止效率最高的热工转换类发电设备。 其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于一身,以超级高效、清洁、灵活的特点。 被誉为装备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 它的研发制造水平代表了一个国家的重工业和高端制造业的水平。 新华社青岛5月23日电2019年5月23日10时50分。 我国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在青岛下线。 标志着我国在高速磁浮技术领域实现重大突破。 600公里时速和涡轮螺旋桨飞机是一个水平。 该项目于2016年7月启动,由中国中车组织。 聚集国内高铁、磁浮领域优势资源。 联合30余家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组成联合舰队共同攻关。 与轮轨列车相比,磁浮列车没有传统的车轮。 行驶时与轨道不发生接触,无轮轨摩擦。 作为一种国际尖端技术,高速磁浮是当前世界轨道交通技术的一大制高点。 最后,小心想说自信,是最宝贵的心态。 当前,我们不应被狭隘的民族情绪左右,更不应望自菲薄,缺乏自信。 中国人拼搏的精气神,是任何客观条件无法替代的。 也是任何外部困难无法战胜的,自强,是最踏实的道路。 新中国磁力发展70年,从来就没有什么相同的起跑线。 也没有轻而易举,理所当然,一蹴而就。 从一穷二白的年月,到国力日盛的今天。 自立更生民族复兴是中国人始终不变的坚持。 滔天巨浪方显英雄本色,艰难困苦铸造诺亚方舟。 自强不惜是最踏实的道路,自主创新是最宽阔的路径。 实干,是最可贵的作为。 必须承认,在科技自立的道路上。 距离世界最顶尖的科技水平,我们依然存在进步的空间。 比认识更重要的是决心,比方法更关键的是担当。 传道中流浪更急,人道半山路更陡,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 最重要的是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 自信而不自大,自强而不自满,不卑,不抗,不骄,不哪。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在世界。 世界看中国,得道必多助。 创新要图强,国人当努力。 胸怀要开放,心中有希望,前路有方向,共勉共进,共见共享。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谢谢。